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上面 那专业群呢 我当然这个收费要高一些 那我当然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上面 当然这群正式运营还要半个月一个月之后 就是没有收费的恐怕我要把你踢出去了 那其实的话很多观众朋友说 那你这个围起来收钱是这样的 就是你如果说冲着交友啊 或者是更专业一点的可以加进来 其实你只是想看一看节目的话 或者是普通聊天 你想聊一些宽一点的话题 就节目底下 或者是以后我在Facebook 或者是这些推特上面再建个群 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 就是节目我也是花了大量的大块的时间做的 其实在这里下也可以 不是说非要进来啊 不进来的就这个没有这个意思 那有一个专业群的这个投资者就问我 他说前两天买了这个汇丰的这个股票基金 股票型基金啊 还有债券型基金啊 这些即刻第二天第三天就出现亏损了 当然我跟他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是问我的意见 他朋友推荐他买的这个香港汇丰的基金 那我是觉得这个样子啊 就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啊 这个包括这些基金啊 这些东西 其实应该说发育程度也不是很高 那投资者呢 应该说整体来看不是很成熟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股票占整个国民 所有的这个投资领域里面来讲 比例是很低的 那这里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在尤其是房地产领域啊 就给大家一种印象 就是这个钱啊 是很好挣的 你买一套房子 他过几年 他总是升值 对吧 这样的话就造成一种错觉 我亏损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 但就像我刚才开头说的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这个投资者啊 他也不见得能够每一次都能把握准 所以说我给你们建议的时候 你们也要看自己把握啊 这个确实盈亏只能靠你自己 我只能说提供一点建议 那么这个盈亏是很难很难操作 为什么呢 刚才说专业投资者也不一定行 何况你是不专业的 所以那位投资者问我的时候 我说你不要紧张啊 这个第二天第三天就出现亏损 我说这个只是说你可能长期在国内做生意 以前生意比较好做一些 这个大陆地区啊 东买西卖 平均这个需求 而且呢这个房地产一直增长 这给你一个错觉 特别是像理财产品 存款这些都是甘性兑付 但其实啊 理财产品和存款这个甘性兑付 在成熟的市场是不存在的 就银行它也是有可能破产的 这个理财产品 它就更有可能说出现亏损的情况 这个只是说国内就是这个说起来 这个当妈当习惯了 啥事情都广 广了最后大家出的事情都赖你头上 其实像这个你做投资的话 或者说这个世界上 你没有哪一个事情说是那么稳健 那么你铁定挣钱不亏的 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特别是股票型基金啊 或者是你参与股票市场 那就更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要看自己的这个能力 你愿赌就要服输啊 你这个你进去的时候 是庄家闲家 你自己就要有一个视线的判断 好那我们接下来说 聊两句 庄家闲家这个事情 这个世界大家做的事情都不一样 哪怕你做一辈子啊 可能这个领域也不见得 你能够做得非常好 就是我晶晶一夜夜夜的画画 画一辈子 你能赶上齐白师徐悲鸿吗 我看不一定啊 或许你祖孙三代都画画 也不见得能够达到他那个高度 我说不见得是很很温和的这种说法 我要说一定不行的话 是不是啊 这个大家会觉得概率上大一点的 但是说好听一点 就是其实很难的 那么如果你跨行呢 你跨行一进去啊 这个然后你就能够挣钱 这个就更难了 所以你跨领域的时候啊 你就这个你要知道你是一名闲家 都算不上啊 你进入一个牌局的时候 大家能坐在桌子上玩 说明大家水平也许半斤八两 输赢的概率是差不多 50比50 专家赢的赢面大一点 那就看专家的这个控盘能力有多强 对不对 他有没有出老千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 你就不是这个桌面上的人 你说我跨行去做这个事情 特别是你跨行做投资的话 都要很小心 要小金额的去试水 不要一下大块的金额去做 然后如果你跨行的话 我觉得的话 一个基础知识特别重要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问我说 你平常看哪些财经的节目 或者是什么文章网站啊 这些 我觉得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 说明你要从 证券投资类的这个基础知识 开始学起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是 那个什么 国内有这种 证券投资的考试的那套书 重书大家可以买来 对于股票啊 这个债券啊 这个黄金原油啊 这些基本市场 都有一个基本的介绍 对全球的这个行情 的一些发想的背景啊 这个原因啊 什么东西都有说 笼统的说一下 这个基础知识 其实很重要的 要不然你跨行过去 这是一个什么感觉 你基础知识都不懂 你跨行过去 那就是你藐视 那整个行业的人呗 别人学了五年十年 出来工作五年十年的时间 这小班辈子都耗在上面 你说我一跨行过去 然后震的盆满钵满 当然我们国内经常会有一些持用的太过啊 就是说现在这个领域都是交叉啊 学科也是交叉 这个我承认 交叉是有交叉 但是有时候不能走得太过 对吧 这个过犹不及 而且呢 有一些跨行交叉 它是本身天然 比如说物理跟化学有些领域 它会有一些交叉的内容 但是你说这个物理跟文学交叉 这个当然也有这个可能 但是的话 这个难度是不是要大得多 如果你说你本身就跟股票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说我突然间进这个市场 把拿出自己一半的身家砸进去 然后想成为千万亿万富翁 你说这可能吗 对不对 你是藐视那整个炒股票的群体吗 别人都是傻瓜 就你聪明吗 肯定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所以还是从基础知识开始说起 好 那么说了半天 我们进入正题 聊一下股票市场的问题 那股票呢 说起来就是很多观众朋友很着急 你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你最好开局就是说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就结束 你就告诉我股票是涨还是跌 然后买奶滋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买 有那么美的事情吗 还是开头那句话 你是藐视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的工作 哪有这么确定的事情 都为你一个人服务了 这不可能的吗 我们都是看见机形势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群体 你再强大强大如美国 强大如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还要受 还要三权分立呢 对不对 还要受国会咨询 对吧 还有很多这个 还有很多人会攻击他 媒体也会攻击他 那个纽诗天天 天天骂他是吧 跟媒体搞不好 各种搞不好 美国也是 那中国也是吧 你瞅啥 美国就这个 我就瞅你啊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没有人是能够 完完全全控制住局面的 那股票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的话 大家着急 其实我觉得 我们前面说了 隐含了一点 其实美国也着急 就是你中国到底是加不加息 你到底跟不跟我加息 你跟我加息的话 那我王法是一套 你不跟的话 我又是另外一套 因为你现在比较虚 不管你是跟还是不跟 我都有招对你 就我前面说的HIV 你抵抗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你债务这么严重 你得了一个HIV 那么你如果说你去治疗流感的话 你这个精力 身体的这个能量放在治疗流感上面 那我就用 比如用大肠杆菌对付你 我就用常规型的去对付你 我不需要用一些那种很厉害的病毒 对吧 就普通的病毒 但是他没有选择 就是我觉得他美国政府其实也很着急 就是这个大致的政府是怎么 大致的这个情况是 看你政策怎么走 那中国其实也很着急 这个中国也着急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美国想怎么出招 这个贸易战一整下来 下一步想 想在什么地方给我施压 我要怎么样才避免痛苦 我要怎么样才能往前游 我是往前游一点 还是往后退一点 是打个左转还是打个右转 这个时候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培养基就这么大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说 大家都要去判断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具体一点 判断的话 我觉得的话是这样 因为这段时间的股市 其实应该说有一些下跌 但是整体的话 我们看幅度并不是很大 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面 中国股市涨跌幅度也是很大的 像15年那次股灾 几轮下跌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下跌 当时其实美国是没有任何施压的 但是在这一次贸易战 这个中美关系搞不好的时候 我们看到跌幅其实没有15年那么大 特别是这段时间 在最加紧的时候 在这段时间 就是美国真正说制裁中心 这个发表什么500亿1000亿的这个制裁 加税制裁的时候 其实股市跌幅 其实股市跌幅整体不到10% 这个其实说明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资本市场应该说有一定的抵抗力 就是这个资金 国内的资金盘面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国内我们看这个支付宝的余额宝 它的这个利率其实还下跌了 从前一段时间的4.2 一直下跌到现在3.99 所以这两面方面的基本情况 什么意思 就国内的资金还是比较充裕 我们看到香港市场的这个 他们的汇率 港元受到攻击 这个不能算是攻击 本来利差就变大了 香港市场这个钱也是比较泛滥的 那这是一个基本面 还有一个基本面就是 美国在这么大施压的情况下 跌幅不到10% 应该说那个内生的力量还是比较大 这个往上走的动力还是有 那么好 这是两点这个背景 那么发令枪在哪里呢 就有没有牛市的 我还是先说一个整体概率 还是那句话 整体上涨未来的话 我给60%的这个估计 那么走W型呢 大概是30%多 30%左右 30到40 或者25到45 这个样子 下跌呢 10% 10%左右的这个 是以后会出现一个暴跌 我说的跌是真正突破牛熊线的 这种大幅下挫 那这个 60%的美国等的这个发令枪应该说是这个 就是中国在科技 比如说制裁中心 贸易战 美国付出实际行动之后 应该说中国整个经济上面 就是承受压力太大 承受不住的时候 比如说已经出现失业的苗头了 对不对 现在失业率就各种数据 大家自己都知道 心里都有一个数据 应该说是比较高的 有很多人是工作不充分的 我知道我老家有一个清堂弟 他毕业出来之后 两年就待在家里 没出过门 就在家里打游戏 那么 就是这个失业的情况 如果出现的话 就是很多症状 找上门来的时候 你必须你就跟这个 妥协吧 对吧 你这个打了两局牌 你这个不行了 你就得妥协 妥协的时候 我们前面说到 就是这个 你国内的政策 妥协之后 你就得跟着美国走 就是比如说 外汇广制是不是放开 这个是内政 比如说这个汇率浮动 是不是得 你的加快 汇率浮动 包括这个 就是这个 外资银行能够进来 对冲基金 证券公司能够进中国 独立经营 这些是不是能够放开 我们看到 已经有这样的新闻了 说这个银行业将会放开 那这些放开之后 这些大王家可能就会进来 那么这样进来的话 先做高一波 这个机会就多 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方面的原因 就是美国觉得 你放开银行业之后 我在股市上 还可以挣一些钱 但至于哪个类型股票涨 我们还真的是得看形势 美国都不知道 现在怎么施压 你说你让我说吗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基金经理 都在看着呢 对不对 不像原油 就我们说了 原油这个就是 美额的这个局 已经打完了 原油上涨的可能性是大 是远远高过这个下跌的 对吧 它排已经打完了 中美才开局 你说这个趋势会很明显吗 下桌的时候 谁赢谁输 还不知道呢 对不对 虽然中国的输面感觉上大一些 但是你不输的太难看 对中国来说就是赢 因为我本来就是 对吧 经济加入世贸之前 都是老五老六 都是之后的 现在变成老二了 就是我只要不输的太难看 就算是赢 那么好 那我们再下一步看 还有就是股市的框架 是不是能够搭建起来 什么框架呢 就是你这个股市能够上涨 有这个资金旁边 也要有这样的公司 我们看这个全球现在 这个交易量最大 这个存量股票最多 资金量最大 就是纽约 纽约吧 美国这边的股市 那他们是有什么 有个FAANG 有这个就是Facebook 这个Google 这一系列企业 那国内就是BAT 美国的股市那么大 就是因为他们资金量 大美国经济体 对吧 最大的经济体 那么他们有最牛逼的公司 这是一个框架 就你能够装下这么多的 有这么多钱 有一个股价能够装得住 对吧 那么 现在有一个就是 国内的阿里腾讯 这一类 腾讯目前没说 因为他本来就在港股上市 像这个阿里京东 这些股票 百度会不会回国内A股上市 如果会回来 而且中国的银行业又开放了 应该说这个信号 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这就叫做什么 这就叫做趋势已经出现 但现在的话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混沌 他可能就是一个W型 是往下一点的 还是往上一点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百分之三四十的这种可能性 现在在处在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这样的状态 一个胶着的这个情况 这个 为什么说这些公司很重要 我们看阿里 他的市值是四千亿美金 如果他回来的话 我们就按现在的汇率上 也是两万多亿的这个估值 我们不说A股 他往往会给这些科技公司高估值 我们看360 就他那种公司 对吧 这个我就没用过他的产品 其实一直以来 我就不太用他们产品 而且我经常跟我们的小伙伴们说 不要用他的产品 他们这个混蛋 对吧 这个也不能说混蛋吧 就是说他们贡献也没有那么大 就是这个价值没有那么高 那阿里他是有真实价值的 包括百度 如果他回来的话 他就能够搭建起这个价值 对不对 还有国内大量的独小兽 他是不是能够真正的 在国内都大批量的上市 如果这些企业都进来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个阿里跟京东 他们回来一波 他们的市值 如果加上A股 能够给更高一点估值的话 差不多就十万亿人民币 对吧 阿里一加就两万多亿了 如果给1.5倍的估值呢 就是三万多四万亿 还有京东 还有百度呢 还有微博呢 对不对 一系列的公司 如果都回来的话 还有包括像 邪城也是个大家伙 对不对 还有我们后市 后面要上市的小米啊 像这个阿里的蚂蚁 蚂蚁金服啊 美团啊 这些都是几百亿美金的体量 他们一进来的话 就会搭建起一个很大的价值 资金了 然后又有 美国大专家又进来往 那这个时候 股票市场这个小局 就要开始玩了 对不对 那么那时候 我估计说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 这种情况 你不涨能行吗 对不对 阿里都回来了 所以说的话 但这个是怎么成 还不知道 有什么时间点 会怎么样落实 中美正在磋商呢 你那么着急干嘛呢 对不对 老大都没说话 专家没说话 你的闲家 蹲在桌子底下 老大你怎么还不出牌 还不出牌 让小弟分一个杯漏汤喝 不要着急嘛 是不是 而且我刚才说了 真正机会来的时候 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了吗 对不对 基础知识都准备好了吗 要不然的话 别人玩正嗨 你在底下 我压谁 我跟着哪个闲家 压一宝压一宝 很容易输的 你如果赢的话 你就是藐视桌上 所有的专家跟闲家 对不对 你们都是傻瓜 我在底下 我啥都不懂 我一上去 我就能挣钱 而且还是持续不断的挣钱 你如果基础知识不懂的话 你就容易 你挣一小笔 那接下来可能就亏 可能亏光了 因为你没看清楚排局 对不对 别人搞得眼花缭乱 你的云里雾里的 那就很难得 真正的是什么 人生赢家 那就远去了 不要成为大路者 那当然除了前面说的 这个中国本身跟资金面 美国的这个施压的情况 表明中国内生 还是有一些动力 包括这个框架 包括这些事情之后 还有一些小的 细致末节的事情 比如国内的监管 其实也更需要好的一波 我们看之前07年 有一波上涨 是大小飞的问题解决了 对吧 有炒股股人都知道 就是你得往后面推一步 就得市场更加健全点 它才有相应的一个整体的价值 比如中国房地产市场 长期十几二十年连续上涨 或者说更长时间 是因为它本身 有内在强烈的价值 城市化嘛 对不对 大量的 像我这个家里 原来我老家 我外婆那边的这个村 都不见了 现在城里建一栋房 你就可以想象 只要这个楼建满了 底下一个村庄就不见了 它是有真正需求在里面 才会这个样子 如果阿里腾讯 他们进来之后有需求 但是也要有监管 对不对 房地产市场也是这个样子 它其实有相当的正义性 我们前面说过 它在很长时间 是有正义性 震荡性 合理性 才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 要不然你光说有钱 那怎么不非洲的房价暴涨 那边房子拔地而起 印度的房价不暴涨 那边不拔地而起 对不对 它肯定是有一个 各方面的原因堆砌 那中国的监管 是不是会更加好一点 那些烂的公司 是不是能够下去的快一点 那这些制度的配合 国内制度的配合 也是一个部分原因 还有就是很多了 比如说我们投资者更加成熟 比如说大家对房子的 这个预期的改变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会不会有很多人 愿意把房子 或者说买房子的钱 进入股票市场 这也是一方面重要原因 如果说大家还是说 这个房子很重要 当然未来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对吧 很多城市 大家注意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线城市 当然没有七八线 就是周围 全部是被房子给包围的 那这么一种情况 如果预期一旦改变 就是这个市场上 它每放出一块钱来 可能相当部分 就会进入股票市场 而不是房地产市场 甚至说房地产市场 这个对国内来说 是一个毒瘤 它会流向股市 然后这个毒瘤的 这个营养呢 在股市就被做成了 一块蛋糕 那么这块蛋糕呢 就看你能吃多少 美国吃多少 中国吃多少 你吃多少 我吃多少 就是这个利益 就是这么分的 当然这个过程 肯定会有受损 但我们要这么看 动态的看事情 我一直说 财富它虽然 说起来是一个存量 但它也是一个变量 而且是一个极大的变量 你需要不停的 与时俱进 跟这个时代 跟着时代的脚步 你才能保全你的财富 每一个时代 它的这个变化 是不一样的 以前老商界的时候 你说投资一家手表 或者是什么 你说现在做手表 还有前途吗 对不对 像那个什么 非亚达国内的一些 一些手表 不一样了 时代过去了 你说我这个 以前挣到钱了 我还是铁心做手表 异心做手表 别人都智能手表了 你还在那里 我那个机械表 你看我这个半自动的 我这个私音表 对吧 拿出来 别人理都不理你 就是你的跟着时代发展 这个才是真精英 你能学习 你能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 去为社会创造价值 为别人提供更好 更优质的服务 那这个才是什么 真精英 你才配拥有财富 你才配去掌控 这个社会的资源 要不然你也就是 发一笔横财 过一段时间又消失了 很容易被 有能力能洗走了 不管什么手段 合理的 不合理的 合法的 不合法的 好了 那这一集其实有没有说具体的股票了 还是一个比较大肆的分析 但是已经说到中部了 我们说中美的时候 很多问题其实是最大的一个趋势 然后说到这里的时候 什么阿里啊 这些东西的信息加进来 已经算是中部了 具体到什么时间点 买哪些股票 那是最细节的 如果这些细节 你需要我提供这个建议的话 我也不适合在这种场合说 大家很多人根本就不炒股票 你说我这么做 我这么做节目 别人啥都不懂 我在忽悠别人进来呢 干嘛呢 把别人骗到一股去上 去让别人割吗 割韭菜吗 对不对 所以也不适合说一些具体 啊这个 中车它是一个意外 当时说的时候 我本来想举茅台 这我跟大家说过 而且我也说了 这个事情 我后面会在微博 微信很多地方贴 就是如果说 你真有兴趣跟我对赌的话 我没有多大意见 我觉得的话 因为参加的人 我包括这些 我都是在预计范围之内 是可控的 所以的话 这个是可以按计划进行 那么就是 在后面 就是在这种场合 确实不太适合 在大规模的推荐个股 你说私下里 我可以给你推荐 这个 那么就算损失也好 也是你一个人 或者说赢的话 也是你一个人 那么赢的话 其实大家都买的话 反而会变成 你推荐我买 你是不是老鼠舱 你先买了这个股票 然后在节目里说 你这一只股票 对不对 所以当时中车 也是因为它盘特别大 如果你推荐一只小股票 非常小体量 10亿的盘子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有老鼠舱的嫌疑了 是不是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加我 可以给我发邮件 当然这个发邮件 你是要看大一点的事情 就这个左下角的这个邮件 比如说你 哎呀说我这个 哎呀我有点活不下去了 这个投资失利了 或者是说什么 当然这是极端的情况 就是很大的这个事情 哎我们可以聊一聊 那我们就聊一聊 这个当然小的事情 我们就 就可以在节目底下聊一聊 就行了 好的 那么这一节目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